轴金屋内明亮空间是给人的第一印象 这是房仲业者接下的委托案 已经来到了斡旋阶段 过去在疫情期间房市火热 委托案到手成交速度相当快 但从去年开始 整体买气稍微降温 也让房市出现了微妙波动 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房市买卖非常的火烫 房子几乎一委托就成交 但是可以看到过去一年来 整体的房市慢慢有所下滑 整体的宜专动素 也慢慢的出现微妙波动 房市买气的确出现落差 摊开过去七年 全国买卖移转动素走势 2016年是买气谷底 只有24.54万栋 创下了统计以来新低 接下来连续五年增温 2019年到2022年 中间包含了疫情年 更续连续四年突破30万栋 这波房市买气在最高峰 是落在疫情最严峻的2021年 有近34.82万栋 但在去年开始量缩到 31.81万栋 近七年来首次出现萎缩 看到了另一项数据 作战杂志跟统计了近十年 北台湾新岸销售率 去年只有55.86% 创下了近十年来 销售率最低的一年 去年新岸代售户数达到2.91万户 同样也是近十年最多的一年 专家分析中央银行 推出第五波房市信用管制 目标锁定六都新竹区域第二户 房贷最高七成 加上平均地权条例 也就是俗称的打炒房条例 准备上路 房产业蛇表示悲观预期 房市正面临多只灰犀牛的夹击 估计买气很可能会连续两年那样缩 得看房价下收幅度 来估计这波房市熊市 什么时候会结束 投资客大局的缩手 所以整体的市场 以自用买方为主 那自用买方 也因为政府打炒房 以及整体的经济环境的影响 所以对于这个市场 也偏向观望 愿意出手买房的比例 比较不高 那么整体来讲 预售物的市场 当然这个交易会大幅的下滑 会上等房市退销的原因 专家点出新案销售率不高 是受到全球景气趋缓 投资也变少 最终是政策打炒房 措施不断 让投资客退场 自助买方态度趋于观望 另外升息因素也影响着买气 估计今年乘务市场交易量 可能会跌破27万栋 在平均定型条例 7月1号上路的前后 其实已经对于不动产市场 产生明显的影响 那在预售市场端的部分 销售率的表现上面 从过去全盛时期的八成 到现阶段已经不到六成 那在乘务市场的表现上面 各区域的买卖遗产 都相对比较弱势 那我们预估在 接下来的半年来说的话 成交的价格可能会有明显的降低 那最主要是因为买方相对 会比较观望 那卖方可能信心也不足 升值打房双重夹击 交上投资者观望心态 买卖火热转去平缓 房市波动出现微妙变化 TVBS新闻里面会来明 台北才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